嘉義定家病院 豪租2千多萬中國大樓 該做生食驗動物中心 並且在美國專業單位的認證 以方強調 雖然動物會遇到食驗 也只是出事的時間 不定期來探望 但是為了為好動物身心健康 不然每天有30分鐘的放空時間 也提供7頭米給動物來打發時間 只有方式人家 才能一起通過A.A.A.L.C.A的認證 嘉義定家病院 食驗動物中心生日當年 以前通過美國國際食驗動物管理敏感 以及認證協會認證 新衛分家人 第一件通過改行認證的病院 對處逸鳳 雄東組合 中心主任電金槍基礎 A.A.A.L.A.C.是目前國際 唯一對食驗動物 使用管理和使用的認證團體 有認證就代表 就和拼起有保障 這個食驗動物中心成立之後 對我們的食驗動物的實驗品質 跟照顧 人道照顧 都在品質上做一個非常好的提升 對一個醫療研究 新藥的開發 都提供很好的研究平台 那讓手術的成功率提高 讓照顧品質提高 那對一個新藥 醫藥的發展 提供一個正向的發展的極力幫助 電金槍標示 目前主要食驗的動物 包括白尿器 鱔仔 藍魚豬 所有動物都享有獨立空調 為期食來行運 立食二十字 二十四度 竟提供七頭米和動物七頭 每天約有自由放空的時間 所有動物都不怕切分 跟人非常親近 最近新聞 中南行 港技官 蔡光波登